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 我是阿弥 今天要用回乡偶书这首唐诗的前两句来介绍 到底是哪一位可敬的长者呢 掌声欢迎来自台北市松山区的叶翠霞 师姐 欢迎来 阿明好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还有翠霞师姐 在宝岛台湾的三位子女都来了 大儿子于正雄 阿明好 你好 大家好 感恩 还有小儿子于正君 大家好 感恩 还有大女儿于若雄 主持人好 前旧观众好 感恩 还有特别从福建泉州来参加录影的 师弟群师姐 阿明好 大家好 好 来来来 说到了翠霞之节 今年83岁 她是在中国大陆海峡的对岸泉州出生的 12岁随着妈妈来到了宝岛台湾 定居读书 就业 结婚 生子拥有幸福的家庭 20多年前她认识慈记这个美善团体之后 也受证成为慈记委员了 当大陆开放探亲之后 陪着妈妈回到了她的故乡泉州 发现 哇 慈记这个美善团体 如果跟我故乡的这些乡亲朋友们介绍的话 不知道有多好 只不过年过半百的她 四字不多的她 如何走出第一步 她又如何向为农夫撒播爱的种子呢 我们来看今天精彩的节目 1945年 从泉州来台定居的叶翠霞 一早就出门采购保健用品 开始为中国的街机做准备 你十六八十十二 你一千块 一千块 我还要三千 只要人家需要 我做得到我就做 我有发愿 只要没有说对我很大的影响 我就都会做 都要给别人 有当中他都都是送给一些国菩萨 做环保的时候 一边都要一千 两千 三千 这样都自己掏腰包 那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师姐很感谢 我就要十包送他两包 这样 不是 十包 十包而已 他都给送我两包 有着泉州人相互帮伴的同盟精神 叶翠霞仔细准备 要送给泉州志工们的小礼户 但儿子余震雄也一块协助打点 我就一条军 要去跟人家人 跟一些菜櫃口 这菜櫃口很好用的 他们大家都很爱的 我是说 一个人一家送人 我帮你 我帮你 待会你再来帮我 由儿子陪伴前来迎接 叶翠霞希望 来自家乡的志工们 一踏进台湾 就能看到自己 于是他提前 站在台北松山机场的出进口 耐心等候 我们好奇 这位83岁老人家 努力想维系的 究竟是什么 他们来的时候 我就是来跟他们看一看 跟他们鼓励 好像说 给他们做自己 也感觉很欢迎 我来跟他们关怀 跟他们加油 我在说那里 大的台人要跟你想 两个子 来来来来 好 真欢迎 都欢迎看着你 用行动支持大家 想获出的心意 叶翠霞说 自己是在六十八岁时 跨出梦想的第一步 开始把慈悸的美善观念 带到泉州 也跨出过去 只有彩米油盐 酱醋茶的生活 和志工走出家门 募薪募款 做义诊和东令物资发放的慈善活动 我今年有何度人站在这里跟你说话 你不知道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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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临生无常嘛 我们最年说 我不知道今天 还是明天在 新高路都不知道 所以我这边 我很高兴 我遇到你们 你们也很有福报 刚才遇到他们这些子亲的师姐 跟他们说 你们就要好好地 我看你们大家很认真 都要记笔记 非诚 别人听你这样就带去 一定要记那心肝来 有吗 他叫你们做什么东西 你第二代 你第二代 我第二代 你第二代 你说我那一代 我哪知道 你第二代 虽然说我 住在我们的大陆 可是 只有我一个人也没办法做 就是要靠他们 他们都很合心 很用心在做自己 感恩 事先都要喝的吧 师姑我觉得他很会结好缘 他就是每到一个地方 他都会自己 寄购一些小礼物 然后他每个地方 每个美场活动 他都会给大家结缘 真的 大家就很期待说话 因为师姑又带什么 结缘品啊 这些都是他的吗 是 全部都是你的小鸡 对啊 前一桌都是他的小鸡 开心 合照 站在中间的叶翠霞 就像个羽翼丰厚的大鸟 慕爱关怀从不停歇 而开枝散叶 永续传承慈禁美善的梦想 因为实践而更趋真实 也让他的晚年 活得更充实精彩 一年一棵树 十年一片岭 二十多年前 受证成为慈濟委员的翠霞师姐 在一九九零年将慈濟的精神带进了大陆 对吧 那时候当然很多事情是没那么容易 你开始用慈濟月刊录音带 让大家来认识慈濟 你这些人人牌多少 我就放在皮箱里 我的儿子跟我去拿着 十五个儿子跟我去拿着 有帮忙当过捆弓 然后苦力的举个手 三个小孩都当过了 而且妈妈对于上人的著作 特别的尊重对不对 对 因为他是讲说上人的著作 那个敬思雨 然后那个慈濟的月刊 我们绝对不能用脱运的行李 一定是我们自己要扛的 所以是我们自己背过去的 那我妈妈自己也背 甚至连我外婆 她都说我也要背一点 她那时候已经八十几了 背到九十几 她说她也是可以背 那做伦理 要放在她身上 所以恭喜在修行没有捷径 成功不是一蹴可及 就是这样子一点一滴一步一步 让更多人来了解慈濟对不对 今天我们请到立群师姐 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走进来的 您在2007年培训的时候 到厦门认识了脆侠师姐 听说从此之后 你就认定这个如同你的妈妈一样 她怎么样用妈妈心爱护你们 拉拔你们 给你们教育 每次我们到厦门 她都会到门口来接我们 然后就说她会稀罕问暖 说我们有没有穿暖 然后就是看到我们头发 如果没有书正齐 她都会帮我们整理头发 那就是以前就是会说 如果有时候那个疗房住不下 洗澡比较紧张 那就会叫我们到他们家去住宿 还是洗澡这样 就好像 所谓就好像看到我们自己的妈妈一样 很亲切 而且刚才历寻师姐跟我讲说 脆侠师姐曾经在泉州 买了一栋四层楼的房 当作大家推动环保 做环保分类回收的地方 她自己花钱买给大家用 就短短多少时间 从八个人变成一百多个人志工 就是从2008年的九月份开始 每个月一次的环保教育活动 那刚开始就是我们有八位的会议志工 那慢慢就是我们一起互相去邀约 那从几十个到十二月份 就差不多有一百多位就坐不下 所以你们也被感动了 包含你的哥哥跟弟弟 也同样复制这样爱的能量 提供工厂给我们当作会所是不是 对 四姑 无量义经 无量义经说 从医种子生百千万 想不到 当时这样去 撒播爱的种子就要菩提去灵力了 所以我很感恩 很感恩去送人 有这个慈祭的菩萨道给我们走 我好高兴 我那天跟上人说 你送给我这个快乐的晚年 我好感恩喔 自五十几月做到现在八十三月 真的二十三年来就是这样啦 而且他说 以前阿伯不去煮桌 才不会保持 也没有机会大保持 但是他要煮桌之后 师傅很感的关注 最年轎人 隆隆是一个关注一个 但是他买的房子 起床之后不掉 结果 又滚 滚滚 请问一下 妈妈这么舍得布施 你会不会觉得说 你老公就好了 你要保持 你同意妈妈布施吗 我同意妈妈布施 因为他布施了以后 那他有个快乐的忍生 比他走进慈祭之前 可以感觉上非常的不同 以前的话 他一直烦恼我们这么多个小孩 烦恼我们弟弟 那进来慈祭以后 他听了上人的开示以后 就整个心都开了 然后呢 就布施 越布施他越快乐 并且他觉得说 越布施的话 他得到了越多 他现在甚至觉得 就是说他时间不够 要赶快做 这个隆隆之也感受最深 对不对 对 他就是 夜事故他每次 看到我们都会鼓励说 来不及了 他说你看我这把年纪 都要加紧做 他说那边趁年轻 我要赶紧做 对 所以给我们很大的 精神上的鼓励 所以说留财给子孙 不如留德给子孙 然后如何他把爱跟善 当为他们家的传家宝 刚才哥哥有讲 其实世故以前对儿子的身体健康状况 大有烦恼 他如何自救之后 也让儿子接触佛法 走入佛门 我们继续看下去 不过这些时候 我们会再来 慢慢来 我们也会再来 十多年 你去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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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老子的老子都不一样 对 你想过吗 人生可以陪伴亲人的时间 有多久 叶翠霞和小儿子珍贵的相处时光 靠的就是剪头发 这样不见 生活中简单的小事 剪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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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自己 如果他们不在 我太重了 我就自己剪 黑白剪 剪不变 如果他们在 我都会叫他们剪 剪得比较 我去继续 要20年 头脏钱生了多少 剪头脏 我不会电 这么生钱 我想我没有菜 我们头脏洗起来 也没看到 回头也没看到 如果一次 去洗头脏 再加到那几六百 在叶翠霞的生活中 子女扮演 协助沟通的桥梁 因为人在台湾 为了跟中国当地志工 维持联系 他强迫自己学习 跟上时代的潮流 这是要找人 对 找人 什么人 你现在吃了一个 这个 吃下去 好 吃得快 我觉得有时候 也会觉得也不耐烦 因为他确实是年纪大了 有一些都会忘记 但是就是说 一定要重复不断的讲 这也是在练习我的耐心 这个是红点 这个是大陆的红点 现在就是说台湾的话 台湾的就是有留言就是绿点 绿点 绿点 对 我有时候不哭 他都会跟我说 要用 我就会觉得 你都跟我们真神的基础 说 他会说 哎呦你很不容易 你就 在台湾回来都没在地做 我以前的电话很凶 每次都会说 妈妈说 当中电话 都说下去一只说 不再说这是当中度的 所以用这个 要用这个免质 他就吃下去 他就吃下去 他吃下去就出来 就是可以说话 儿女的一臂之力 是支撑叶翠霞 对外所有联系的力量 她说感恩孩子总会陪着自己一块回故乡 帮忙写字记录 提醒自己吃药 而这份需要 也因为孩子的贴心 让她的亲子关系更加紧密 只想比较平安 他说有 一段时间也说 我也要爱 不就不想 我问你什么 你说我回来看他 他只要一通电话 我就要来了 他平均是一个礼拜 都最早三次 那我几乎是每天 那时候他在照顾得多 对啦 因为他在上班都没有 因为我弟弟摆在上海 那所以他最近就退去回来 他退去回来我就轻松很多 不然每次一个电话call 我就一定要过来 对我们来讲 比别的父母来讲的话 他真的没有让我们担心 因为他全心在做 投入在慈祭 那这个慈祭这个团体 是我们可以放心的地方 对啊 对啊 儿女成群 能够陪在自己身边 岳翠霞觉得很幸福 尤其2015年 住在东湖的大儿子余震兄 退休之后 就把照顾他的生活放在第一位 出门散步买菜 总能看见他们母子的身影 退休以后是每天过来 就说早上 等于是来上班一样 早上过来 下午回去 这样子 我弟弟是跟他住在一起 所以他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 我会马上通知我 你怎么买 你到晚餐 到晚餐 到晚餐 没有 因为说妈妈都在家里 比较主要都是在家里念经 对不对 你们会逼他出来 对啊 他就是早上做早课 晚上做晚课 那中间的话 我们就会跟他讲 现在像现在这个地方 这么漂亮 他就应该出来多运动 多走一走 这样对身体也好 那可以多活井田 多念念经 花正盛开 如同叶庆霞的生命 因亲情的陪伴正美丽绽放 幸福两个字并不难 就从一起同行的脚步开始 谢谢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真的要祝福翠霞师姐 身体健康没烦恼 相信这也是儿女 心中最大的愿望 对不对 是 师姐看起来你看 做得挺挺挺 其实给大家报告 骨髓压 腾六瓶 还玩过人工宽观节 如果不是这几年身体都不方便 如果以前是常常常 这样就是两半走来走去 包含 之前2013年2014年 她还去 去发福费红包 对 以前 走走的时候 当然很开心 对 对 只不过心中有一个酒头 如果没有一次住 那些愿望 就是她的宝贝好生 小儿子 郑君 郑君现在跟妈妈住 究竟照顾妈妈 如果妈妈有勤务 没办法在台湾的时候 功德款都是你在帮妈妈处理的 以前为什么让妈妈担心呢 因为郑君十九岁就开始洗肾 她的肾是有先天上的问题 依晴 听说你曾经埋怨过妈妈 对 就是说 觉得说 为什么别人是一个健康的人 这样子 然后会觉得说 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但是就是 就是因为学了这个 学习了这个佛法之后 就慢慢转心这样子 要不然的话 也看不到说 妈妈的那种照顾的心 那时候 因为妈妈带我进入到佛法 她觉得说 只有佛法才能够救我 这样 然后走了之后 就发现说 慢慢慢慢去体会到妈妈的心 然后那时候才会觉得说 原来是自己不对 是自己的状况 不好 然后也让她很操心这样子 师傅 师傅说什么话 让你觉得说 这一切就是 早就做好好的了 你怎么 听说的 发料 还做中盆 跟你们学生说 你用什么话 跟你们学生说 我就说 这是我们上辈子做的 剧本 所以这辈子也要翻洗手 师傅说 你如果不高兴 会自己吃 所以她蛮翻洗的 她还很孝顺 有时候什么事情她都自己治理 我跟她说 她说 妈妈 我都没人煮給你吃 你不再煮給我吃 不用 所以什么都自己 她一切都自己做 她说 她没有孝顺我 还要给我 再让我做事 所以她都 她蛮順 了解 因为她就没有娶妇 所以说 你这次赴君 最照顾 你跟她说 过去生意就叫这个言 甘愿做 欢喜做 甘愿行 就打背拳 在这里 妈妈是不是跟你讲说 上辈子 这辈子的剧本 上辈子就写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了解佛法之后 你就为了下辈子 来好好的写剧本 是不是 那很虔诚 那现在很虔诚 阿公就刚才他说照顾 她好生 土安好生 也刚才偷偷跟我说 我现在如同上班一樣 我每天就从东湖坐公车 来看我妈妈 而且中途又夾一趟 手势 不用花钱了 阿公就钱了 说实在没大半了 不过要请 我们的大女儿 洛熊姐姐 来见证一下 你也曾经陪妈妈 从宝岛台湾回去故乡 那现在已经不用 从香港转机的也可以直飞了 但是妈妈为什么情有独钟 就一定要做小三通 因为小三通有那个老人的票 要办假 所以他是省这些钱说要供养 对 关王师傅 所以他把自己的这些行住的交通费都省下来 对 可以捐更多的钱 对 对吧 不然是自己官 还補你们这些孩子官 然后我们都要一起捐 一起扶持 自己种福田最实在 对 实践的关系 我最后请立群师姐 来代表泉州厦门的师兄师姐 因为现在菩提成岭了嘛 有没有什么话来感恩我们叶妈妈叶师姑 就是我代表我们闽南厦门泉州所有的志工 就是感恩叶师姑这么不辞辛劳的 两岸来回奔波 那带动陪伴我们 那我们也会更精进 让师姑也放心 感恩 好 来师姑 你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我告诉大家说 持继的那个功德款 要代代都交下去 只要持继 他说不说再停 如果没有就是要代代交下去 我们现在有五代了 我爸爸死三十几年了 我也给他交 我都全家都交 死去的五六个我都专注交 听到的人请举手 做得到的人 请继续把手举着 好 这个说真的 隔山隔海不隔情 大爱无界一家亲 我们不管是保岛台湾 或是中国大陆深州 大家都是血浓雨水的炎黄子孙 也希望透过世故的这故事 让我们知道 真的要把好看的盗修博 让更多人加入磁器 生命变得更有意义 好不好 持继 请代表所有的磁器志工 感恩你 杂伯爱的种子 好不好 感恩 感恩 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好不好 我们给他 感恩 阿嬷拍拍手祝福他 身体健康 感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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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